嗯 啊 哦 哦 放在这你别碰我 是那种 D8里面的平闪 灯的关怀 我知道 白色的 过了晚上12点 从明天开始就不能吃东西了 所以我决定要 在壁谷之前赶紧好好再吃一顿 最后的晚餐 今天是我壁谷第一天 晚上我要出来去找储蓄银行办的事 哇 看到这些让我受不了 行吗 行吗 来呀嘛 啥呀 这都是幻觉 我不饿 我一点都不想吃水烤饼 我一点都不饿 我一点都不饿 今天是第二天 其实我不饿 我根本都不饿 我不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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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饿 这些朋友啊 平时啊 都是兄弟啊什么什么的 我一到壁谷 就敬给我整这些事 今天是我壁谷的第六天 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吃六天不吃东西 但也不是不吃啊 喝水然后吃那个黄金 黄金片 黄金不是那个白银黄金啊 是那个中药的那个黄金金身的金 我上周六称体重是92.6 我昨天称是86.3 86.6还是86.3 往下还有一个星期 坚持 其实之前的话 就昨天我已经拍过 ZQ的一个评测了 但是因为 比较晚了 我也没剪 后来晚上我想了一想 我觉得我有点太尖酸刻薄了 就不是说刻挂啊 可能是我他让我很失望 所以我说的有些尖酸刻薄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重新再拍一次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就从两方面来说它 它的优点和缺点 那么ZQ的虚额呢 之前我在做No.1的那个评测的时候 相信大家已经看到过了 就是一个小杆子 黑的杆子 那么就是现在我手中的这个东西 这也ZQ的虚额 我们之前对它的期待是 它可能会在原有的ZQVI的基础上 进行一个改进 就是提升它的续航啊 或者改变它的造型啊 更好看啊 提升它的那个可靠性啊 产品的质量啊 那不是的 半个月前 当我看到这个预告的时候 看到这个戏场的一个赶 赶行 我就知道 完了要坏事 他们要出玉珠油严丹 就玉珠油严丹的小烟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这一片的市场的话 在国内还是有很大的 你像越克呀 NRX啊 还有很多那些玉珠油的小烟 在这个市场里面都混得如意得水 因为确实有那么一批客户 当然不包括我啊 他们确实不愿意往里面灌油 或者他们真的认为 灌油会很麻烦 影响体验 或者是不差钱吧 反正你先抽烟 一天也就二 一天也二三十块钱的烟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用 玉珠油的抽烟就甩的 他们觉得不是负担 确实会有大量这样的客户存在 所以GQ想进入玉珠油小烟市场 这个我是能理解的 所以他出这个东西呢 我虽然感到惊讶 但是我也不会奇怪 我会理解他 然后这个东西我来先说优点吧 我能够想到的一个唯一优点的话 就是第一他的这个 电池容量肯定会比较高 实际上他给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也没有说明书什么的 我压根就不知道他的电子容量 但是我从他的体积能够判断出来 因为他没有空开 是一个湿电按键 那么也就是说留给电池的空间会比较大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450毫安以上的一个电量 第二他的烟弹设计 这是很多玉珠油小烟没有做到的一点 他的烟弹呢 他的那个油跟芯子是隔离的 很多玉珠油烟弹我插上去的时候直接可以用 那么就有个问题 当然仓储的时间过长 那如果这个烟弹放了一个月两个月的话 那么他会有一个剩液的情况 那所有电子间都会有这个情况 就是有烟油会渗到雾化芯里面 那当我新拆开一个烟油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打开的话 发现那个烟弹上面会有一些油 渗油把子巾擦一擦 它不是漏的 它是渗出来的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它毕竟是棉花雾化芯 它不是起来一个完全密封吗 完全密封的话你就没法抽了 对不对 它必须会有一个通道 那么棉花芯在浸润过分之后 它的油自然会顺着气到往外渗 这不可避免的 那么GQ Assure在烟弹这一点上 就做了一个改进 那么只有当你把这个烟弹 插入这个机器里面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插到一半 插了这个时候就插不动了 用力往下 按啪 然后烟弹屁股下面的这个就被顶进去了 顶进去了之后 烟油才开始跟跟物化芯接触 这个时候才开始 你要润五分钟嘛 晃晃晃 顺五分钟才可以真正开始抽 我觉得这是它在烟弹上面做的一个改进 你要说 是不是好的 我觉得是好的 但是呢 你必须要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提示 就告知用户 第一插入烟弹之后 必须要放五分钟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用户可能会不知道 不知道它装上去之后 以为像以前的小鱼一样 拿着抽就会糊掉 这是一个潜在的 会让客户体验变得很差的 就第一头就糊了 我知道 哦 原来是要润一下 那我换这样的烟弹 润一下抽可以 但是第一个烟弹浪费了 心里肯定会不得劲 不舒服 然后其他的优点 说实话 我说不出来 造型中个中举 就是一个小杆子 四周是一个 棱形切割的一个造型 那么我们再来说它的缺点 它有一个倒退 它用的是实体按键 实体按键 那么你会说实体按键 会更安全 就像他们厂家说 这是同锁 好吧 你既然要这么说的话 那是的 同锁是防谁呢 防婴儿的吗 你会把这个电子烟 放在婴儿的身边 去让它接触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 为人父母都不会这样做 那你说防儿童 稍微现在啊 五六岁六七岁的 看着你这样抽 难道他不知道去按这个吗 所以同锁我觉得 只是一种说辞 我觉得用实体按键是一个倒退 因为现在空开的话 已经很普及了 并且空开的故障很低 我记得第一代的S8A的七封一 空开有时候经常会失灵 就我碰到过三四次 但是后来碰到空开的产品 我基本上没有碰到过 空开失灵的情况 所以用空开是一个 在小烟上 我觉得空开是一个趋势 因为它更接近于吸烟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我们把烟点了 直接吸 像这个的话 你得按 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很贴心的 第二就是它的灯 你发现它灯是坐在开关的背面 那么这灯是给谁看的呢 哥 一般我们抽的话都会这样啊 都会 本能的 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会把按钮放在前面 我这样抽它 那我灯 我怎么看得到呢 或者说我要反过来 这样 哦哦 它是这样设计的 它的设计是让你用大拇指去这样按它 跟我们盒子是相反的 我们的盒子一般都是这样的 用实时去按 当然也 也可能会有人这样抽 但这样抽的话就 按着不舒服 因为你的手要这样 就要这样啊 拿的话这方面就裂不住 那么它的设计的话是这样的 是你这样拿着 然后拇指去点这样抽 而且这样说的话也还行得通 这样一见的话 这灯就可以看得到 那还行嘛 反正是空开 我不是很喜欢 好 然后我们再说它的锡组 锡组啊 我刚才没点火啊 锡组的话 我觉得是紧实的 不是 不会很紧 我觉得比GQ是要紧的 比1都要紧 还是还挺舒服的 然后烟油的味道 它给我带了一个烟蛋 这个烟蛋我也不知道什么口味 但是我抽起来是那种 薄荷加那种酸甜浆果的味道 它这个是红色的 可能是红酒冰 对 闻起来有红酒的那个感觉 应该是红酒冰 好吧 这红酒的东西只能靠自己 歪歪去异补了 其实还是偏葡萄 对不对 红酒其实喝起来 跟葡萄的味道差别很大 它这个是偏葡萄的感觉 没有酸味 还可以 这个烟 这个烟油的素材 我感觉应该是35或44毫克左右的 不可能是50 因为机会感没有那么的 strong 总体来说 GQ让我 它出了这个版本呢 我是 我不king 因为我不抽玉珠油的小烟 但是对于想要用玉珠油的小烟 而言的话呢 这个呢 只能是看它最后推出 实际推出市场 然后它的性价比如何 也就是说 它是烟蛋 烟蛋 因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烟蛋价格 就是可持续性 我买一盒烟蛋能抽多久 然后这一盒烟蛋多少钱 我算下来是不是 是不是比抽烟便宜 一般我觉得应该是比抽烟便宜一点点 不能说便宜很多啊 因为毕竟你还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成本在里面 就抽烟的话 抽烟不仅仅是掏钱 你还有健康成本 这个的话呢 它毕竟是比香烟更健康 这看他们定价吧 如果价格定的比较亲民的话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产品 虽然它是用的实力开关 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如果它价格定的像月客 或者像什么那样高的话 像山楠什么 那我记得 如果我是顾客的话 我不会选择它 大家价格价格都一样 为什么不选一个更方便的呢 对不对 其实你在GQ上面都已经用了空开了 你为什么这一块也不用公开 我真的是想不通 好吧 这期的评测就到这里了 转发这批评测在我的公众号下留言 我现在不在微博 抽奖了 在我的公众号抽奖 我会在留言的观众里面送出这一套GQ 这GQ是没有说明书和包装的 GQ是序 所以到时候等烟蛋吧 等烟蛋到了之后 你自己就只需要买银蛋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 这期评测就到这里 其实我更期待 GQ后来出的就是真正的GQ的升级版 叫做Mark II 就是我上次听他们说的时候 打电话的时候 透露了一个GQ的Mark II 好像是吧 那也就是说GQ确实是有一个升级版本 但是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比较更期待那个 因为我毕竟我是关注可助由小妍和李温丽妍的嘛 对不对 好的 这期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收看 欢迎你关注我的现场微博 我的公众号 或者加我的微信 到这里了 再见 拜拜